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伊朗的石油出口达到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是最大的买家 白宫主办的艺术峰会探讨如何将艺术和人文学科融入问题解决中 边境危机如何粉碎了拜登的移民希望 苹果应对2024年iPhone需求放缓的担忧而下滑 电动汽车股票曾经价值1000亿美元 现在面临着黯淡的未来 请大家收看 伊朗的石油出口达到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是最大的买家 日经亚洲 根据欧洲研究公司Kaper的数据 伊朗原油出口量在2023年增长了约50% 达到了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约为每天129万桶 其中绝大部分出口都流向中国 伊朗90%的原油出口都发往中国 这有助于阻止由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 引发的油价大幅上涨 比如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以及胡塞武装在也门对红海船只的袭击 边境危机如何粉碎了拜登的移民希望 纽约时报 拜登总统早期对移民表现出同情心 并确保南部边境安全的承诺 现在已被边境的混乱局势所掩盖 进入美国的人数已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庇护系统仍然破碎不堪 因此 拜登现在恳请国会授予他关闭边境的权力 以遏制不受控制的移民激增 一些导致危机的因素超出了拜登的控制范围 比如委内瑞拉的崩溃和全球移民激增 共和党人也阻碍了拜登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 拒绝提供资源并阻止更新法律的努力 苹果因对2024年iPhone需求放缓的担忧而下滑 彭博社 在分析师郭明基警告苹果公司 预计2024年iPhone需求下降后 苹果股价下跌了2% 郭明基表示苹果将2024年iPhone出货量下调至约两亿步 预计即即将推出的iPhone型号将出现10%至15%的下降 中国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地区 因为苹果在该国的出货量在最近几周内下降了30%至40% 然而尽管面临一些困难 iPhone在中国市场仍在增加市场份额 预计苹果整体收入在2024财年第一季度 仅增长1% 电动汽车股票曾经价值1000亿美元 现在面临着暗淡的未来 彭博社 随着投资者对电动汽车 EV行业的估值和销售增长放缓越来越担忧 该行业经历了一次急剧下滑 由于估值担忧 雷诺和大众等公司已经搁置了与电动汽车相关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 许多电动汽车股票已经从高点下跌 Lucid Group和小鹏汽车的价值已经下跌超过80% 分析师们已经下调了对该行业的盈利预测 彭博智能预测 今年欧洲汽车销售增长将从2023年的14%降至5% 中国和美国将在芬泰尼问题上展开合作 这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进展 日经亚洲 美国和中国启动了联合禁毒工作组 这是自2019年末以来 两国在打击芬泰尼传播方面首次展示合作的迹象 芬泰尼是一种高度上瘾的合成阿片类药物 美国声称中国是潜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 这些潜体化学品随后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合成成药物 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工作组的启动是在2021年11月的峰会上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同意共同努力遏制芬泰尼的生产和出口之后的 中国和朝鲜加深体育交流 日经亚洲 根据中国政府的消息 中国和朝鲜已经同意通过体育促进交流 最近几周 两国一直在进行一系列外交访问 以加深友好关系 朝鲜体育部长金日克 在北京与中国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会面 并签署了今年的体育交流协议 中国和朝鲜希望通过加深体育交流与合作来加强友谊 新任驻华日本特使会见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拘留的本国公民 日经亚洲 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延二会见了一名在北京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拘留的日本商人 这是该商人第十次获得领事接触的机会 大师表示决心争取他的释放 目前有五名日本公民因涉嫌间谍活动被中国拘留 中国多次表示将根据法律处理这些案件 香港开始制定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此前北京的版本镇压了意义 外交官 香港已经开始就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进行公众咨询 该法案将扩大政府起诉居民的能力 包括协助外国势力影响立法等罪行 该法案还可能赋予当局关闭民间社团的权利 并威胁对在世界任何地方犯下的行为进行刑事起诉 香港的基本法要求该城市制定一部国家安全法 但由于公众反对 这一进程一直被推迟 然而 香港政府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 为该法案顺利通过铺平了道路 公众咨询将持续到2月28日 批评人士担心 该法将被用来打压异件人士 并侵蚀该城市的自由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主任表示 该法可能进一步巩固香港的镇压 政府已经利用现有法律压制意义 自2020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已有数百人被逮捕 2024年 印度的第一家独角兽企业 为资金冬季的解冻带来希望 日经亚洲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Crutrium SI Designs 在由Matrix Partners India领导的一轮融资中 筹集了5000万美元 成为印度2024年的第一个独角兽 Crutrium由成功的移动出行公司 OLA的联合创始人Bauvash Augerwal创立 专注于开发与印度多种语言配合的人工智能 印度被认为是初创企业的强国 是全球第三大独角兽数量最多的国家 然而 去年印度的融资情况一度干涸 仅有两个独角兽注册 而2021年有47个 2022年有24个 2023年初创企业融资总额为82亿美元 较上一年下降了72% 中国和美国开始成立工作组 共同打击芬泰尼的泛滥 彭博社 中美官员已举行首次工作组会议 旨在遏制从中国流入美国的非法毒品 如芬泰尼 这次会谈在北京举行 被描述为专业和务实 双方都同意遵循相互尊重和合作的原则 美国强调了取得进展的必要性 赴国土安全顾问詹·达斯卡尔提到了 乔拜登总统讲述的一个关于一名 因芬泰尼过量而死亡的儿童的个人故事 自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11月会晤以来 这次会谈标志着两国关系的稳定 工作组是那次会晤的主要成果之一 美国随后解除了 对中国政府法医实验室的制裁 以换取中国承诺打击芬泰尼贸易 中国在建设智能港口的 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南华早报 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 全自动集装箱码头生产线 使其能够在不依赖西方零部件 或技术的情况下建设和运营码头 该系统是由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的 一个研究团队开发的 预计将提高码头的效率 并使中国在全球自动化领域 扩大领先优势 该国已经有18个码头正在运营 另有27个正在建设或翻新中 欧盟未能获得东南亚支持乌克兰战争 南华早报 欧盟未能说服东南亚国家 在周五布鲁塞尔外长会议前 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邮报看到的一份草案声明称 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 并强调它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苦难 但没有点名莫斯科 尽管欧盟努力 但两份声明都没有提到台湾 2024年的声明还敦促各方 在南中国海的所有活动中保持自我克制 鼓励所有国家避免任何危及该地区和平 安全和稳定的单方行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些热门新闻 首先 伊朗的石油出口达到了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是最大的买家 这对于阻止油价大幅上涨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接着 我们谈到了拜登面临的移民危机 这一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声誉 再来 我们看到了苹果公司股价的下跌 这是因为对2024年iPhone需求放缓的担忧 还有 我们谈到了电动汽车行业面临的困境 投资者对该行业的估值和销售增长放缓 感到越来越担忧 此外 我们还看到中美两国在打击芬太尼问题上展开了合作 这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进展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中国和朝鲜加深体育交流的消息 这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 然后 我们谈到了日本特使与涉嫌间谍活动的本国公民会面的消息 最后 我们谈到了香港开始制定自己的国家安全法的消息 这引起了人们对自由的担忧 这些都是本周的热门新闻 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深入分析一下 首先 伊朗的石油出口达到了五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中国是伊朗的最大买家 伊朗的原油出口量增加 有助于阻止由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油价大幅上涨 这些冲突包括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 以及胡塞武装在也门对红海船只的袭击 因此 中国的需求对于伊朗来说至关重要 这也为中国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供应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拜登面临的移民危机 拜登早期对移民表现出同情心并承诺 确保南部边境的安全 但现在他面临着边境的混乱局势 大量的人涌入美国 庇护系统依然不堪重负 拜登现在正在恳求国会授予他关闭边境的权利 以遏制不受控制的移民激增 然而 一些导致这一危机的因素超出了拜登的控制范围 比如委内瑞拉的崩溃和全球移民激增 共和党人也阻碍了拜登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 拒绝提供资源并阻止更新法律的努力 然后 我们谈到了苹果公司股价的下跌 分析师对2024年iPhone需求下降的警告 引起了投资者的担忧 尤其是在中国 苹果的出货量在最近几周下降了30%至40% 然而 尽管面临一些困难 iPhone在中国市场仍在增加市场份额 这表明苹果在中国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电动汽车行业面临的困境 由于投资者对该行业的估值和销售增长放缓 感到越来越担忧 该行业经历了一次急剧下滑 许多电动汽车股票已经从高点下跌 分析师们已经下调了对该行业的盈利预测 这表明电动汽车行业面临一些挑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展的前景 毕竟 我们仍然处在电动汽车发展的早期阶段 然后 我们谈到了中美两国在打击分泰尼问题上展开的合作 这是自2019年以来 两国在打击分泰尼传播方面首次展示合作的迹象 分泰尼是一种高度上瘾的合成阿片类药物 美国声称中国是潜体化学品的主要来源 这些潜体化学品随后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合成成药物 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这次合作是在2021年11月的峰会上 两国领导人同意共同努力 遏制分泰尼的生产和出口之后展开的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中国和朝鲜加深体育交流的消息 这是两国在近期进行的一系列外交访问中的一部分 旨在加深友好关系 中国和朝鲜希望通过加深体育交流和合作来加强友谊 体育交流是一种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方式 有助于增进两国关系 总而言之 本周的新闻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故事 从能源到移民 再到科技和体育 这些故事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作为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